嗨,大家好,我是日本家的立竹 这一期的看房视频呢,我们来到了大阪市的天王市区 说到天王市区,对大阪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不会陌生 天王市区作为大阪中心区域之一 比如说你想购物的话,在天王市站前有庙 你想游玩的话,有天王市的动物园 你想观光的话,有市天王市这个旅游景点 相信您上次来大阪的时候,这些地方您都去过了吧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我今天呢,就带大家看一套天王市区的中古的一户舰 就是我身后的这套 这套一户舰呢,是2002年建成的 这是它的外观 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与设计还是挺漂亮的 相信在19年前,应该是更加前卫了吧 这里呢,就是这套一户舰的停车场了 无论是纵向的长度或者横向的宽度都是非常够用的 相信也会停下一辆比较大的车 我们介绍完了外观与停车场 那么我们就到房子里边去看一下吧 走进来呢,我们右手边呢,是一个鞋棍 我们大概看一下,可以放一下很多双的鞋 上面呢,是收纳的 也可以放一些家里面不常用的东西 这里边的这个设计呢,是挺好的 出门或者回到家的时候啊 可以放一下包包或者钥匙之类的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里面走一下吧 这里呢,应该是一楼的一个卫生间 是温水的马桶 我们走进了一楼的一个卧室 我之前的视频也介绍过 一楼的卧室呢,经常被老人所用 因为老人上下楼是非常不方便的嘛 我打开看一下这个一楼的收纳 空间还是蛮大的 但是从那个收纳呀,就可以看出了这套房子的年代感 毕竟没有现在新房子那个横着挂衣服的东西 没有那个呢,可能用起来还是会有些不方便的 我们一楼卧室的南向呢 打开这扇,落地窗 前面是有一个小的庭院的 这个小庭院呢,由于现在这个房子是空的嘛 有一些落叶,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打扫了 现在正好是夏天嘛 如果在这个小庭院放上一个充气的游泳池 在你休息的时候,有孩子来上一场打水仗 是不是很赞啊 从一楼的卧室出来呢 我们到二楼去看一下 但是到去上二楼之前呀 可以感觉到这个通路还是有些狭小的 毕竟这个有不见的地段非常好 可能受这个土地大小的限制吧 我们从楼梯上来呢 这里就是二楼的部分了 这里边是客厅餐厅 那边的是厨房的部分 我们南向呢,是阳台 我们打开落地窗 我阳台去看一下 我们来到阳台上面 可以看到 这是刚才我介绍的楼下的小庭院的树 现在已经长到比二楼还高了 看着这个绿色的小景 是不是也挺赞的 然后看完阳台 我们来到这里 我后边呢就是厨房了 在这里放置一个餐桌 做好菜的时候呢 拿过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我们再到厨房里去看一下 同样的是有净水功能的水龙头 然后下面是带有送纳的 这里是西班机 三口的炉灶下边也是有小烤箱的 厨房的旁边呢 我们的这套房子 北向呢也是有一个小的阳台的 我们这套移户件呢 把洗面台与浴室都设置在了二楼 这里就是洗面台了 使用头也是可以抽动的 后面呢是有收纳功能的 这里面呢是双洗衣机的地方 然后里面呢就是浴室的 全部都是全新装修库的 这里面是二楼的洗手间 旁边有一个洗手的小台子 我们这套移户件的二楼部分 大约有28平方米 然后是有南向和北向双向阳台的 无论是采光或者是通风 都会有一定保障的 刚刚说到我们二楼部分 这个好处 我们上三楼之前呀 可以看到这个 上往三楼的楼梯 你看上去立体感是挺强 是很漂亮的 但是这个地方由于是开放式的嘛 当你夏天或者冬天使用空调的时候 可能会飞一些电 我们从二楼走到三楼 首先来到这个移户件的主卧的部分 这边呢是南向 这边是东向 相信采光一定是很不错的 面积呢大约是有14个平方米 这边呢就是收纳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同样是跟我刚刚介绍的一样 空间呢是很大 但是没有挂衣服的那个东西 可能用起来会有一些不方便 从我们三楼的主卧室出来 来到了三楼其中一间的儿童房 这间儿童房的面积不是很大 大约有7个平方米左右 虽然有一扇窗户 朝向是东向的 但是旁边的就是邻居了 采光呢不是那么太好 我们来到了三楼的另外一间儿童房 这间儿童房呢是西向与北向 有双面采光的 我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半左右 感觉采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个人呢感觉这里设计非常的不错 有一个小的窗台 可以摆放一些不娃娃啊 或者一些好玩的东西 来增加一下你这间卧室的气氛 这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看的 大阪天王寺的中古一户建 它的土地面积呢 大约是81平方米 房屋面积呢是105平方米 户型呢是41厅 是铁骨的建筑 铁骨建筑与木造建筑相比 它在耐用年数与抗震的性能上 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从这里走到最近的大阪 环状县陶古车站 大约需要6分钟左右的时间 到近铁 大阪上本厅车站 大约需要8分钟左右的时间 地理位置呢是非常的不错的 目前它的售价呢是5380万日元 按照现在的规律 约合人民币是315万元左右 看完这套移户建呢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 它真的坐到了闹钟取静 地理位置呢是非常的不错 到附近的潮站距离都是很近的 非常的方便 然后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天王市区 商业色彩那样的浓厚 那样的吵闸 旁边的居住环境呢是非常的不错的 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适合居住 这样的房子您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给我们哦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инm�